声音 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要教声音 淡入 还有声音的淡出 因为这也是 也是属于简单的动作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有时候呢 我们听这个配乐 希望说 它声音自从慢慢的 有声音 所以我先播 假如说我前面 前面这几秒 我希望它声音是 慢慢的上去 那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就好像按照 它的音乐的节奏 例如说一个 四拍 好 声音自从没有 慢慢变到有 所以我们先去听 四拍的结束 好 假设这个点 我设 我设这边 稍微注意一下 本来它是不是长这样子 你根本就看不到 它的就是那个音率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点这个 点开它会变成 它让你看到整个音率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四拍结束 这边点一下 这边是第一个控制点 接下来请在第一个地方 也设一个控制点 好 这个时候 先把 这边这个点呢 你可以直接按住它往下翻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声音是从什么 最下面这样慢慢爬升上去 它就不是平的了 就这样子而已 OK 来去播放一下 来去播放给各位听 回来 重听 这声音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大 再听一次 好 最后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来请你们来去做那个 混音的时候 使用到这一招 混音 所以最后的时候 假设在影片结束 你必须要做这件事 好了 下一个主题 我叫 字幕上去 早上我们不是会有一个 那个片头 会有 请你们要放几个字吗 去想一想 你的影片的片头名称是什么 对 等一下我要 请你们把它变成 玩字 放上去 等一下 请你们输出全的影片 党名 就用对名 知道吗 对名 都 打电 过轻 我的 谢谢大家